12年国教即将上路,国中技艺教育学程提供另一个发展舞台 台中市101学年度国中技艺教育学程技艺竞赛 吸引近2000名国中学子报名参加 日前在明德女中公开表扬319位优秀选手 带您看看学生们的作品 龙舟搭配上粽子,让这主调壁花器呈现浓浓短午气氛 可以上网但不要迷惘,这是画工与设计职群的第一名作品 题目是节庆,因为我觉得动物节的元素比较多 就是从淘板开始做,然后做身体,然后做龙头 然后之后贴链片吧,就在身体上面 现在年轻人很喜欢使用这些网路像LINE、Yahoo、Google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用这些做主题来创作 所长同学都参加了技职教育学程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,希望借此鼓励学生探索自我 找到将来质押兴趣 我们以技职教育来先试探他们 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发现他们自己的兴趣所在 那么依着自己的兴趣所在,去适合自己走的路 让学生去接触说针对他自己有兴趣的部分 去做升学,不见得说一定要传统的那种 台中市在101学年度共开办机械、铲铝、化工、设计等11个职群 帮助学生吸得一技之长达成自我实现 可以说是一举数的 新唐人亚太地势秋天行杨树棉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棉